国内企业注册资本2.4万亿元 吸引44间世界500强企业落户 三年的时间 恒情发展有了新突破 在恒情自贸试验片区挂牌三周年新闻发布会上 恒情新区管委会主任杨川表示 恒情将再推三项新措施 在城市治理方面 2018年 恒情开始实施物业城市治理新模式 引进高水准物业管理服务公司 以管理加服务加营运为核心要素 打造五星级城市 对于恒情税收征管 在新第一年也将首创全国税务诚信报告免责体系 鼓励纳税人主动向税务机关诚信报告重大涉税事项 针对知识产权保护 恒情首创的五环节一平台的知识产权服务与保护体系 也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 完善行政处罚证明规则 同时 杨川也表示 恒情自贸片区挂牌以来 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三年的时间 恒情地区生产总值从68.03亿元增长到183.6亿元 在恒情注册企业突破4.58万家 广州城轨延长县恒情站也即将通车 恒情口岸与澳门轻轨将实现对接 并希望恒情可以始终坚持把与港澳合作作为恒情之本 共同推动大湾区的发展建设